Hey everyone,我是Kennigy 欢迎收听尬聊音乐 快点来聊天啊 我真的很开心 我如期的把这一集的Podcast 就这个礼拜的Podcast给录成功 因为我现在录的时间是11月4号星期三 我今天还没有到非常的忙 那四五应该就是会最忙的一开始 那我会把 因为我的固定都放在星期五晚上九点半会 播出就是每个礼拜的集数这个样子 所以还蛮开心的啦 就是没有影响到这个礼拜的Podcast的录制 然后因为还蛮幸运的是说 我刚好这两三天 就星期一星期二就听到 这两首我非常好 非常喜欢的歌曲 然后想要介绍给大家 看标题也知道 我现在想要介绍哪两首歌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还是很开心可以录到这 这个礼拜的Podcast这样子 那第一首歌曲呢 我想要介绍到的是 动力火车的跳上车子离开双新的台北 睽違四年没有发行新专辑的动力火车 终于在今年 应该是在年底前一定会发行 就是我看一下资料 应该是年底前一定会发行他们的新专辑 那专辑的名称目前都还不知道 只是说他们很贴心的是说呢 在专辑发行之前 想要给期待已久的歌迷朋友们 先止止渴 所以在11月3号 率先发行了两首单曲 那有一首呢 是翻唱的歌曲叫做永远不回头 第二首歌就是我刚讲到 我今天要介绍到的这一首 跳上车子离开双新的台北 那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歌名是不是有点熟悉 跳上车子离开双新的台北 好像是怎么唱 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双新的台北 下一句是什么 就是忠孝东路走九遍 没错啦 就是忠孝东路走九遍的歌词 他们直接把它拿来当作这首歌的歌名啦 就像那 那这首歌呢 其实也邀请到当年 也就是大概20年前 写下忠孝东路走九遍的作词者 乌玉康来帮这首歌曲给填词 那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说已经要20年左右的时间了 忠孝东路走九遍里面的主角呢 有没有因为年纪的增长 或是岁月的刷洗洗刷 而在心境上有所改变 我自己听完这首歌曲 我是觉得有啦 就是真的是有随着 这可能十几二十年当中 这一首歌曲的主角 在新的这首歌里面 得到了更成熟的一个想法 那这首歌呢 也就是忠孝东路走九遍的 续集的一个作品 那其实他们的灵感来源呢 是有一次他们在跟 就是自己的伙伴们啊 工作人员啊聊天 然后聊到说 哇这些歌曲啊 歌词里面的人真的 哇多好啊 他们在歌里面都不会老 那也就是因为这一句 他们都不会老 让他们的同事们 有了一个灵感说 如果我们让他们变老呢 才有了忠孝东路走九遍 这首歌的续集 也就是跳上车子 离开伤心的台北 这首歌的创作发想 那我觉得这首歌 很棒的地方是 我觉得不管 就是说 呃里面的主角们 或者是听歌的我们 那有些人的人生呢 可能在这十几二十年当中 真的经历过许多的 来来去去啊 那有些人变得更成熟了 有些人可能还是一样 非常的幼稚 但我觉得就像歌词里面 有讲到说 呃当年的那个事发现场 错过了才想到回头看 好久不见 就是说我们主角 就歌词里面的主角 经历过了这个二十年的时间 呃又在当年分开的忠孝东路上面 再次相遇的时候 然后用好久不见来 开启整首歌 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 开始这整首歌的一个起头啦 我觉得也是 就是我们正常人 就是故人相遇 就是老朋友 旧朋友 或者很久没有相遇的朋友 再见面的时候 最最适合 最OK的一个开场白 就是好久不见了 对不对 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 你不管半年一年 或是几个月遇到的朋友 你都说啊好久不见啊 这样子 所以不管你跟他以前 有没有什么尴尬的场 就是场合 或者什么 你 你就算好死不死 真的是碰到面 对到眼了 基本上就是用好久不见 来当一个开场白 然后后面他还有讲到说 在空前的爱 在绝后的伤 都得学会不翻旧账 就是说我们当初可能 爱得有多轰轰烈烈啊 或是多伤害彼此啊 那也因为我们都成长了 然后比较会思考了 才可以去不翻旧账 因为我自己觉得 毕竟我们 这个彼此 曾经相爱过的两个人 也不过只是 我们两个人 人生当中的某个过客而已 就是说我只是 你的人生中的过客 那你也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过客 所以可能我们以前真的 真的除非是那种杀人放火 或者是真的是 让别人身败名裂 那个我们都另当别论好不好 只是我们说 有时候 可能分手是分得比较不愉快啊 或是比较分得 怎么讲 就是分得比较不好看 但是我们经历过多年之后 我们也不是说 只有一个人去伤害对方 我们就是彼此互相的嘛 所以就是人生中的过客 我们就也不用去特别翻旧账说 哇你以前对我怎么样 不需要 所以我们人都已经长大了 然后歌曲里面最后还有讲到说 把心情看穿 把往事割下 来这里的路上 我们先学会哭 最后学会笑 最后才学会笑 像现在这样 我真的觉得他们把 就是这两位歌曲里面的主角的结局 写得很好 这你 我先 就是先不要 请大家看自己的 例子 或是看自己的过去 我们就先细数 我们身旁好不好 我们身边有哪些朋友 如果当初是真的分得很 沸沸扬扬的 有哪些人在几年过后 是可以很释怀的 很难吧 我觉得基本上很难对不对 就是 你如果当初真的是分得不好看 虽然我像 刚刚前面讲的 我们可以不去翻旧账 但其实真的是 现实生活中 如果你当初真的是分得不好看 很难耶 我觉得很难像现在这样 就是真的是把往事割下 然后 好我们就是秉持一个我们 人生的旅途当中 我们就是要先学会要怎么哭 我们才之后才可以知道要怎么笑 这种 先苦后干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很难啦 就是尤其是情侣间的相处 要么就是亡不见亡啦 就是我们彼此就不要再联络了 这种感觉 那所以我呢 我觉得这首歌 就是说大方向啦 除了是想要 整个翻完动力火车 和他们自己的经典之外呢 还是有种告诉大家 人生就是安内 分手啊 不过是你人生的一个经验啊 一个过去而已 然后我们不需要去太纠结 在当初的那个事情 然后也不要一直卡在过往的 这个关卡里面 我自己是觉得说 男女朋友分手之后 还能够再当朋友 或者是甚至 是变成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一个非常好的范例 非常好的范本 就是我接下来要讲到的 这首歌 第二首歌的主唱 杨成林 会这样讲是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前一阵子因为 就是不久前啦 小鬼的那件事情 那杨成林的每一次出席呢 都不是以前女友的身份 而是以一位死党 或者是智友 甚至是一位伙伴的身份 来参加像是 他的追思会啊 音乐会啊 等等的场合 但我觉得今天的主题 不是在讲他们两个 就是是多么棒的一个组合啊 就是以前是男女朋友 就是前男女朋友 最后还可以变成好朋友 我今天不是要讲他们之间的关系啦 我只是说 这两首歌曲突然想到 好像就是真的是有一点刚好的连接 你知道吗 一点点这样子的连接 然后才会想到说 哇如果真的是能够跟前男女朋友 变成这样子这么好的朋友的话 真的是很难能可贵啦 我真的觉得 没有多少人的人生当中 可以遇到这样子的前领一半 会有这样子的模式来 继续你人生的旅途当中 所以呢 我这次第二首要介绍的这首歌 就是来自杨成林 已经发行 我发这个podcast的时候 他应该是发行啦 他要发行他的第十二张个人专辑 Like a Star当中的 算是中文同名歌曲 像是一颗星星 那我会说 他已经发行是因为 我录这集podcast的时候 是星期三嘛 其实还没有发行的 但是他的数位专辑 在隔一天也就是 10月5号会发行 那实体专辑是在11月6号 也就是 应该是 星期五是11月6号吗 没错 就是我发这一节podcast的当天 他的实体专辑就发行了 所以我就说 他已经发行他的第十二张个人专辑 叫做Like a Star 那这首歌像是一颗星星呢 其实在8月的时候就已经发行了 我这次会想要再拿出来介绍 是因为这首歌曲的MV 在前几天的时候释出了 然后它是一部非常感人的 一部音乐录影带 我自己甚至 我不算是一个杨成林的铁粉粉丝啦 就是 他的歌我可能会听这样子 只是 就算我不是他的粉丝 我自己看完那部MV 我都会觉得 哇 太感动了吧 就是透过这将近5分钟左右的时间 然后 看着他长大 看着他发光发热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这张专辑呢 很令人期待的地方是说 我觉得不只是杨成林在几年前的转型之后 唱功越来越被大家肯定 就是大家发现说 哇 原来他不是只会唱这样子很可爱啊 很甜的歌曲啊 那甚至连他自己本人也表示说 他的唱唱其实本来就是这样 只是因为碍于前期个人形象的塑造 才必须得顺着这样子的模式走 那第二个呢很让大家期待就是说 他自从第三张专辑任一门之后呢 他就再也没有发行过 这样子舞蹈的歌曲了 那这一次 他再次发行了舞蹈的歌曲 也就是那个 Bad Bad Lady Bad Lady这首歌 他这一次再次的挑战了跳舞这样子的舞曲的歌曲 那而且我自己本身就是觉得 很遗憾啊 然后也很可惜的地方就是说 他没有入围今年的金曲奖 我在那个金曲奖预测的podcast里面有提到说 他就是那一颗超大的遗珠 因为去年的那一张专辑30以后 我觉得那就是一张很棒很棒的专辑啊 就不太懂为什么他会被漏掉 所以我相信啦 这一次他以Like A Star这张专辑 明年好不好 我们一定会在金曲奖上面看到 有他的位置就在那边 他不管是要入围还是要得奖 我真的希望啦 就是明年的金曲奖 他会以这张专辑 以各种不一样的方式入围明年的金曲奖 那这首歌曲其实我想要分享的地方是MV的部分 因为我是看完MV我才觉得 哇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真的很棒 所以没办法 因为podcast还是得用念的嘛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找一下他的MV来配着看好不好 不是啊配着听吧 配着听 就是我念的东西会是跟着MV他整个顺序的排列 然后念下来他MV所呈现的故事 还有呈现的一些状态这个样子 那我真的觉得仙草影像也就是陈艺人导演呢 他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他真的很会拍这种长大类型的 或者是纪录片类型的MV 像是之前的那个SHE的17的MV 也是出自陈艺人导演之手 所以他真的很会拍还原度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这一部MV的一开始呢 其实就是杨成林小时候 然后一直到他参加了1999年代金康美少女的选秀现场 那MV里面呢有杨妈妈在现场支持 算是还原当时的场景这样 然后到后来Fall in Love的组合 那他们也有拍到就是1001个愿望 那个游乐园还有旋转木马的场景 也非常完美的还原了 而且很感动是说 他们找回了冷家零参与这一次MV的拍摄 大家知道冷家零是已经算是退出演艺圈了 所以其实真的是回忆满满啊 就是如果你是杨成林在Fall in Love那个时候 就已经追着他的粉丝会觉得哇这萤幕真的是 真的是回忆杀太棒太棒了 然后当然还有另外两位的团员 就是黄小柔还有张岐慧都有参与这一次的拍摄 然后到后来的献哥和阿雅 还有杨成林搭档主持的主持 主持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当中呢还有杨成林在当时那个 我猜毕业的那个片段也有被复刻收录在这一次的MV里面 然后从我猜离开之后呢 就是他的算是出道代表作啦 个人的出道代表作 曖昧 那因为曖昧在当时的成绩是非常非常亮眼的 所以算是很多人认识杨成林的一个开始的一个过程 所以也完美的呈现了当时曖昧的庆功的记者会这样 那之后的画面呢就来到他一连串 就参与演出过比较知名的电视剧的代表作 像是有流星花园的小优这个角色 还有恶魔在身边齐悦这个角色 和不良小花 蒋小花这个角色 跟海派甜心 宝珠姐 陈宝珠这个角色 都有在MV里面片段式的播放给大家看 那再来呢就是他受奖啊 或是参与各大颁奖典礼 还有一些演出的造型也在MV里面 那我们一开始有看到是由杨成林 在海派甜心里面饰演的陈宝珠这个角色 夺下了第45届金钟奖最佳女主角奖 这个奖项当时的一个造型 那第二个造型呢就是那个V字礼服 那耳环是像链子的那套衣服 是第50届金钟奖的时候的造型 然后再来第三套的那个斜肩礼服呢 是他在2019年HIDO流行音乐奖上面 他表演曲目上面的一个造型 那第四套衣服也就是那个黑色细节的造型 是他在第52届金钟奖入围那个 他以直剧场图谜入围金钟奖的那一个造型 就是一脸串有四个造型这样 咚咚咚咚咚 我就哇好漂亮哦 就是一直看着哇好惊艳好惊艳这样子 又是一个成长的这种感觉 然后MV的后面就是谢幕的画面 就是他的Fall in Love啊 然后他小时候啊妈妈还有 憲哥跟阿雅就吴忠贤跟阿雅 就是陪着他一起谢幕跟大家 那这边要跟大家说的是 就是他这首歌曲呢 像是一颗星星是他的先生 李荣浩所填的词 我觉得是蛮有一个意义在的 因为李荣浩算是他在成为一颗星星的这个过程中 遇到的一个人 然后非常有缘分的最后成为彼此认定的另一半 然后这首歌曲我就由他来填词啊 可能也是因为李荣浩本身的身份是一位歌手 是艺人的这样子的身份才那么懂杨成林的心情吧 因为你知道一开始歌词里面就有提到说 跌倒真的会不想再站起来 然后对着镜子说好多人还在等我 我自己觉得这不是应该 就这应该不是一般人会有的心情了 就是这不是 这不是 我要怎么讲 这应该不是一般人会有的一个心情吧 就说 诶 我跌倒了 我要站起来 因为有好多人在等我 谁 谁在等我 就梦起来 都爱谁在等我 对啊 就不会有 一般人不会有这种心情啊 就真的是 演员啊 明星啊 歌手啊 才会有这样子的心情啊 所以 我觉得要有他这样子的身份 由他来填词真的是再好不过 因为他们两个都有这样子的 过程经历存在 所以这首歌曲呢 真的很棒啦 我真的觉得很期待他这一次专辑 因为明后天 应该说已经出来了 我发布Podcast就是在星期五 这张专辑已经出来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 好好的去聆听细细的品尝 那这首歌曲呢 就是来自杨澄霖第十二张专辑 like a star当中的中文同名歌曲 像是一颗星星 然后第一首我介绍的歌曲是 动力火车 也是他们即将要发行的新专辑 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 是中小东路走久变得续集的一个作品 这样子 那今天的尬聊勒 我想跟大家聊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不知道你们是在Podcast的频道上面来收听我的这个Podcast 还是在YouTube上面 那其实不管 因为我有一个记录是YouTube上面的一个小小的记录啦 就是说 我在录Podcast之前 其实是在介绍一些华语歌曲 然后是用英文来介绍的 那其实我觉得 想跟大家聊的是 就是我的以前的这些介绍影片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说 我现在比较喜欢 就是比较常介绍一些 真的是很主流的一些音乐 像是我上一次介绍到 介绍到 讨论度很高的徐光翰 然后还有林俊杰啊 吴清风啊 这些都算是比较主流 还有邱峰泽 因为他毕竟是 现在网路上很红很红 就是 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歌 尤其是 年轻人们 学生们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现象呢 我有发现是说 我以前其实 我其实很喜欢听独立音乐 或者是比较非主流的歌 所以如果你是在 YouTube上面认识我的话呢 你会发现 我以前介绍的都是 像是什么 长大草手啊 长大草手的青春哀歌 然后我还有介绍过 唐猫的走 戴成化的删除加封锁 甚至是 张志成的一首难听的歌 或者是蒲公英 那个 谁啊 方炯斌的让蒲公英飞 这些都是 比较 讲白一点 就是没有这么红 或者是 流量没有这么大的歌曲 那 我后来会朝着 比较主流音乐去介绍 还是因为说 你们自己可以看得到啦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几个 影片 或是刚刚在讲 那几集的流量 跟我后来介绍到 比较主流音乐的流量 是真的差距非常大的 那尤其在Podcast上面呢 就是 迷先生跟Linion的那一集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断层差距 所以我是说 我其实还是很喜欢这些 非主流的音乐 或是独立的音乐作品 那我后来有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如果我今天 真的是介绍到 有一定的流量了 或是真的蛮多人 喜欢听我分享音乐了 那在那个时候的规模下 我再去介绍 这样子的独立音乐作品 或是比较非主流的音乐作品 才真的能够达到 让大家认识 就是让更多的人 认识这一些非主流的音乐 我觉得才能达到 我当初想要的这一个目标 跟对啦 就是目标 或者是这样子的结果 所以我之后还是 我还是希望我能够早一点 去介绍到 我喜欢的这些非主流的音乐 那在之前呢 因为我不是说 我讨厌主流音乐 我还是很喜欢 今天介绍两首歌 我还是很喜欢 我自己本身就爱音乐 所以我只说我都听 然后我很希望 让大家也都听 所以非主流的音乐 比较少人听 我就会更喜欢去分享这些 非主流的音乐 给大家知道 这个样子 嘿啊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最近 发现的一个现象 那其实 其实也不是最近才发现 其实我在之前就已经发现了 那刚好借这一次的机会 可以跟大家 稍微聊个天 聊一下这样子 那就是期待一下下个礼拜 还是先打一下预防针 下个礼拜我也是不一定会 发podcast 因为碍于工作的关系 所以如果真的我抓到空档的话 你们就是期待一下下个礼拜五好不好 下个礼拜五如果 晚上九点半 你没有听看到我 就是有发了 那如果你有追踪我的instagram的话 我都会在星期五下午左右 可能六七点七八点 就有一个预告说 我大概九点半的时候 就会发布podcast 这样子 所以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啦 我觉得很多好听的歌都 等着大家去挖掘 去品尝 那今天就是这样子咯 谢谢收听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